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名字叫《亲爱的动物园》 我写信给动物园,想让他们寄一个宠物给我 他们寄了一头大象 大象太大了,我把它寄了回去 他们寄了一头长颈鹿 长颈鹿太高了,我把它寄了回去 他们寄了一头狮子 狮子太凶猛了,我把它寄了回去 他们又寄了一头骆驼 骆驼性情太怪异了,我把它寄了回去 他们寄了一条蛇过来 蛇太可怕了,我把它寄了回去 于是,他们又寄了一只猴子 猴子太调皮了,我把它寄了回去 于是,他们又寄了一只猴子 于是,他们又寄了一只猴子 猴子太好跳了,我把它寄了回去 于是,他们想了想,寄了一只狗 狗太可爱了,我把它寄了下来 好,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学到过的 动物的名称 大象 鲏雾 骆驼 蛇 长颈鹿 青蛙 青蛙 狮子 狮子 猴子 猴子 还有可爱的小狗 好 你们是否还记得哪些动物是什么样的属性呢 Do you still remember which animal was too big 大象 大象 Which animal was too tall 长颈鹿 Which animal was too grumpy 青蛙 青蛙 Which animal was too naughty 猴子 猴子 骆驼 鲁鲁 Which animal was too scary 蛇 蛇 好了 Which animal was too perfect 狗 狗 好了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观看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蜘蛙 一番好 utors